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我們這一集同大家看個案件 這個案件就說在2019年的時候 一個男人他有癌症打算去拿錢醫病 他的九十萬竟然是被他老婆轉走了 整個戶口只有一個半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男人叫董健44歲 剛剛就確診了是被煙癌晚期 幸好他家有儲蓄有九十幾萬 他拿著一本傳接打算去銀行拿錢醫病 他一看到餘額傻了 餘額得過半 然後董健要求銀行給個說法給他 銀行調取監控 最後就證實了是董健老婆江玉玲去拿錢的 而且江玉玲每次都只是拿四萬九 只要不超過五萬 董健就不會知道 而傳接一直放在家裡 董健不查也都不會知道 直到這一次他病了之後才發現 他要求老婆拿錢出來看病 怎知老婆跟他說錢都花光了 你老爸老母有錢 你是他們的兒子 你病了叫他出錢 問我拿了什麼? 哇這樣的老婆真是取著都慘 然後老婆跟他說還有兩個小朋友要養 上學生活都要錢 那錢我是不會拿出來的 要醫都是問你爸媽 他手裏有百幾萬 不行的話你去借 總之就別指意 在我這裏拿到一元 對著記者鏡頭 這一個江玉玲 依然是氣勢逼人 無論董健怎樣勸他 或調解他都好 江玉玲始終都不願意拿錢出來 去給老公董健醫病 正常來說90萬是屬於夫妻共有財產 江玉玲是有義務拿出來和董健醫病 但江玉玲一個要養小朋友 是激到董健無話可說 而他的父母手裏那百幾萬 養老錢來的 怎能夠這樣拿完他呢? 而且他是硬正晚期 不知幾時死的 所以老婆就不願意 用這麼大的價錢 去和他醫病 最後人財兩空 那怎算好 而董健的父母也不願意出錢 他們說到這些是他們最後的養老錢來的 你都晚期了 如果人不在裏 你老婆這樣的款 我們只能夠靠自己的 所以你一百萬不會拿出來 再加上 媳婦和他們兩個關係都不好 根本就沒得指揮他 自己有錢才可以安享晚年 所以這一個是解決不到的矛盾 而江玉玲對著記者的訪問 就講自己為何不願意拿錢 整件事要由他們結婚那天開始講起了 董健原本的家境一般般的 學習又一般般的 小學畢業就學了開車 一直以來都是開客貨車的 作為司機早出晚歸 而江玉玲是透過董健的父母 找媒人取回來的 當時兩個人的家境差不多 年齡都差不多 感情其實就一般般的 就叫做一齊過日子 在雙方父母的催促之下 兩個人認識了沒多久 就結婚 但因為不了解雙方性格 結婚沒多久之後 就出問題了 結婚之後第三日 江玉玲就和奶奶吵架 婆式矛盾是很難搞的 而且他們兩個是互相看對方不順眼 吵了幾次之後 江玉玲就說到 明天老了不會養他老爺奶奶 他們兩個死了都不會撞他 這些說話好難聽 就算在2007年的農村 這些說話都可以說得上是激死人的 但農村你要結婚 其實不容易的 董健父母都不舒服 但是沒辦法了 好難結婚唯有引了他 那怎知江玉玲變本加厲 對老爺奶奶好看不起 自從吵架之後 簡直是老死不傷往來 不給老爺奶奶上門 自己都不會去他們家 就算過年坐月都不給 如果是老爺奶奶想看孫仔孫女 就叫董健帶去老爺奶奶家 而江玉玲這個行為 令到他們董家成為村裏面的笑柄 也都導致兩家人 是叫做老死不傷往來 董健夾在中間 不過就算是這樣 結婚幾年兩個人都生過兩個子女 但後來的發展 是遠超乎人的想像 而事實上 因為婆式糾紛 董健媽媽一直看她不順眼 一直叫董健離婚 董健對媽媽好孝順 不過她是無同意到 但江玉玲的做法 可以講得上雙透董健的心 董健是開客車的 經常早五點幾出門 夜晚十一二點才回去 回到家裡無東西吃的 江玉玲煮飯 只是煮自己 就不理老公 就算有一子女之後 都只是做他們三兒子的飯 是無跟董健留一口吃的 而且不會替她洗衣服 至於去到夜晚十一點幾 董健還要回家裡自己煮飯吃 被她媽媽知道了之後好心痛 所以更加對這個媳婦不滿 要求兩個人離婚 董健在江玉玲身上 就感受不到家庭溫暖 老婆亦都不會心痛她 所以對她充滿一個不滿 江玉玲對於董健的父母 是非常之憎恨 因為她覺得婆式矛盾還婆式矛盾 但是這樣勸兒子離婚的不行 因為平時人家都是勸和不勸你 董健的父母是刻意離間 他們夫妻間的感情 前兩個小朋友幾歲的時候 董健就起訴離婚 但是老婆江玉玲就不同意 而兩夫妻原本就叫做這樣合在一起 算是過日子啦 感情一般的 但是江玉玲不願意離婚 董健索性就好少回家裡了 而好快江玉玲就發現董健的衣服上面 經常有女人的長頭髮 她第一個感覺就是董健出軌 於是乎偷偷地跟蹤她發現 她跟其他女人在玩在一起 江玉玲於是乎靜靜靜地拿手機 拍了董健出軌的證據 和亦都是斷正這一對出軌男女 但她老婆沒有吵離婚 因為她知道董家那間舊屋要拆遷 拆遷代表什麼 代表發達 有沒有可能這個時候離婚 離了婚自己一元都分不到 一個女人帶著兩個小朋友 生活怎麼過 於是乎江玉玲就打感情牌 就說小朋友還小不願意離婚 她竟然還跪低求過老爺奶奶 但無論是董健還是她父母 都無理會她 仍然堅持要離婚 江玉玲就是這樣一直拖著 董健無辦法 而父母就出錢 給兒子在附近租屋住 和她煮飯夜晚留飯給她 而之後兩個人的關係很複雜 話就說夫妻 但是可以說得上是一個熟悉的陌生人 因為兩個小朋友 他們勉強維持著婚姻等了五年 董家家舊屋終於拆遷 二百多萬拆遷款 就是得董健一粒仔 父母無偏心 就給了董健一家死口 每人二十萬 一共八十萬拆遷款 另外父母就給了三十五萬董健 就叫她兩夫妻買屋 而董健的錢 是存在不同的存接上 平時她就用人工 所以一般就不會查數 她根本沒想到 同她同藏異夢的老婆江玉玲 原來一直偷偷地轉移資產 直到癌症晚期才發現到這個事實 一日董健不舒服 她頭痛以明 她以為長期開車 導致有毛病 但這次頭痛痛到差點暈 董健意識到一定要去查一查 結果醫生說她知 她被煙癌晚期 她不信且去了好幾間醫院 結果診斷出來都是一樣 四十四歲 她不敢相信自己時日無多 來到這裏 董健認為她要求生 她把這消息 告訴父母和老婆 父母很傷心 但仍然希望她去治療 但江玉玲的樣子就好難看 之後董健吃了好多藥物化療 就算她明知拖延時間都好 她覺得能夠生存多一日就是一日 怎知化療幾次之後 老婆不願意再出錢 她同董健說 你醫病花了四萬幾元 無抵動來的無意 兩個小朋友還好小 留回些錢去養他們 這樣說 令到董健好不舒服 即是甚麼意思 希望自己早點死 然後在醫院那裏吵架 叫老婆趕快交錢 但無論她怎講都好 江玉玲就不願意 最後迫到急了 江玉玲直接跟她說家裏無錢 洗洗在小朋友身上 董健不信 當初她是差不多存了一百一十萬 她是三仔那怎樣用錢 都還有八九十萬 但江玉玲就說無錢 然後還叫她銀行查 所以董健去了銀行 一查發現 傳接裏面只剩一個半 在銀行監控後發現 是老婆拿走的 每次四萬九 這樣就不用本人去銀行 亦都不會被人發現 即是說老婆 是處心積慮去轉移資產的 那些錢沒了董健自然 要問清楚 因為醫病要錢 當然她都知道 老婆拿錢出來是為了兩個小朋友 但這些是共同財產來的 應該拿部分出來給自己醫病 於是乎就叫老婆出錢 但老婆不肯跟她說 你醫不好就不要醫 浪費錢 小朋友更小 翌日要讀大學要結婚 你問你老爸老母拿 還有百幾萬 留錢給子女 董健不同意 亦都好似一開頭說 養老錢 她不想打這個主意 因為她死了之後 父母要靠這些錢 安享晚年 所以她認為必須要問老婆拿錢 但這件事亦都被董健父母知道了 他們衝到董健家要她拿錢出來 她有大聲吵 說錢是給兒子和孫子 就算怎樣壞都好 是夫妻共同財產 你憑什麼轉走她 犯罪呀 你必須要拿出來 江玉玲就講到 拿錢是無可能 那錢用來養自己和兩個小朋友 董健是你兒子 你有百萬在手 為何你不拿出來 雙方在吵得好厲害 大家都不願意拿錢出來 夾在中間的董健最難受 而見到這樣的情況 董健無辦法 再次起訴離婚 要求拿回那九十萬 但無論怎樣都好 她說江玉玲就是不想拿錢 去到開庭前幾日 江玉玲就哭了 找董健啦 就跟她講 你是不是想離婚 離婚可以 小朋友一人一個 樓和車一人一半 和平分手 你撤銷控訴 後來她老公董健 亦都答應可以撤銷控訴 但離婚 分割財產 和要回那九十萬 就要納自據 老婆死都不肯簽字 看到這樣 董健好失望 就說要等法院去判決 最後她在老爸老母那裏 拿了二十萬去醫病 就等法院去判 不過癌症晚期 醫回好的機率其實都很低 就算醫好了 都很長時間 是沒有生產力 而她老婆最擔心 就是人財兩胸 然後還有自己 和兒子的生活保障 因為錢竟然可以衍生到 一些那麼狗血的劇情出來 如果換了是你們 又會怎樣選擇呢 好像她老婆那樣 收起點錢 叫她不要醫 定一或是 傾家蕩產 都要醫好老公呢 下邊留個言 我們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下集見啦 拜拜